大家好 我身后这只德国牧羊犬 昨天被中亚牧羊犬PK了一顿 被他欺负的非常惨 心情变得非常低落 今天连狗粮都不爱吃了 所以我们决定 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今天给他介绍一位漂亮的狼狗 当他的女朋友 看他心情能不能更好一点呢 接下来咱们就放狼狗进场 咱们给他找一位黑背大狼狗 非常漂亮的小狼犬 给他当女朋友 看看他们两个相亲 到底会怎么样呢 表现如何呢 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啊 这只黑背大狼狗 一看到小狼狗进场 那就迫不及待地想冲上去啊 大家相亲的时候一定不能学他 学他估计女朋友都会被吓跑 太急了 太着急了 这个表现怎么行呢 完全太着急了 做人要有点臣服嘛 做狗也需要有一点臣服对不对 好了好了 咱们把他铁链放开 看他会如何表现吧 这只大狼狗真的是太着急了 我给大家解说一下 这只公犬正在干嘛 他正在闻地上的气味 从气味中可以分辨出什么呢 狗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 如果有其他的狗前几天从这个地方经过 留下了气味的话 他就会闻出来 从而从气味中判断 经过的这只狗体型有多大 战斗力有多强 自己是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感觉自己是他的对手的话 他就会留下标记 这就相当于给其他的狗一个暗号 这个地盘是我的 我就是这里的老大 我就是这里的霸主 其他的狗通通靠边站 这个习惯实际上有很多大型的猫科动物 也是这样的 比如熊狮 您看这只公犬大狼狗 又在闻地上的气味了 因为昨天那只中亚不阳犬 就在这里方便过 所以留下了气味 这只大狼狗说实话是很害怕中亚的 所以他变得非常警觉 从刚开始看到小母犬非常兴奋 到现在非常警惕 而后在很远的地方 才留下了他的标记 而中亚牧羊犬经过的地方 他根本不敢留标记 因为他已经判断出对方的实力 比他更加强悍 老话说得好 冷意是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咱们人类的世界是这样 实际上动物的世界也是如